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3點56 剛好跟我上一部錄影片的時間剛好一個小時 那我們就來錄製今天第二部復盤影片 總共就是12檔 那在上一部影片的時候 有大致上去講解一下美股的情況 看看蠻可惜的 如果說沒有在做影片的話 或許真的會開一單空單 比較可惜的是什麼樣的爆疊 所以現在被壓這條下降趨勢線 然後去走 這裡也是 遠然的呢 形成了一個 類似像上飄期的一個概念 不知道會持續多久 不過最終最終 只要沒辦法有效的去突破這條 剛剛他自己最新形成的下降趨勢線的話呢 他就會 砸盤 砸到這條黃色的線 這是紫眉骨啦 關於大盤有興趣就去看上一部復盤影片吧 對這邊就不多加以解釋了 反正呢 目前的台股還是很弱勢的 還是非常非常弱勢 所以其實在昨天的時候我有提醒說 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因為我自己在 昨天找了 會員的全資股 都全部找全資股的多方 因為 中小型個股目前來看有一點點看不懂 就是他的一些支撐跌下來也不太成 就是 沒有話題性 然後資金也有一點撤出 就剩下一些那些 可能幾百張啊 或是一兩千張的成交量 這種一兩千張成交量 還是近期來說最大的 那可能就是 包大量然後要出貨的那種中小型個股 所以 目前會把目光 把他擺到全資的多方 跟 會員 空方也是全資 大部分 大部分 那 其實空方的個股現在真的蠻多 硬要找的話真的是蠻多的 有一些跌破的啊 爆爆爆的之類 然後 有提醒像今天開高嘛 就搞不好是一個 欸 空的時機點 確實也稍微砸下來 那 我自己預測是可能會開高 然後可能有機會走低 不過 關於大盤就去看上一步吧 反正這一週 就會有行情走出來了 講真的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子啦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紡織 1410 我們直接 呃 他 就是我剛剛講的齁 就是 中小型的個股 然後他的 這個 成交量呢 就是一兩千張 很少吧 我只是覺得是還蠻少的 好看一下 那時候是 應該在這邊的時候做 講解啦 所以說我圖是畫說 欸他有可能長上去 然後再疊下來 那也 差不多是這樣子 小 然後 然後 這邊 這樣子畫 這裡這樣拉 然後這個拉下來 完美 這是這樣子的齁 這是38又長上去 所以說 現在呢 你能做的單齁 講真的認真一點講齁 這個季線齁 再次疊下來的話 看他成不成 這是第一個支撐 再來是等他這邊突破了齁 不然的話他那邊橫盤很太久 我是沒有辦法跟大家確認說 他有辦法一樣齁 下一次疊到38又再次反彈 能夠到46 那現在只是此刻的情況就是 順勢突破吧 帶領我們到下一個位階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突破回撤 我覺得會 更好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會更好 那我們就 一樣齁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這邊的圖齁 然然齁 看一下有沒有一些上升趨勢線 呃 這個線 不要去填空去啦 反正這地方嘛 然後 再來是這地方 抓這裡 這裡其實也可以啦 反正這地方都必須突破 大概是4546 至少前高的位置先突破再說啦齁 目前的看法是怎樣 然後他上升趨勢線他的 線是畫這樣子啦 那我自己 不理這一個齁 我們自己來擺看看齁 我自己擺的話 其實是蠻奇怪的 就是在這個奇怪的地方 所以 呃 上升趨勢線的部分 好像可以這樣看齁 這個位置最終防守點 這個位置 或是這個位置 最好做的單是 突破啦 真的啦 他去突破 然後我們 回撤之後再去做 我們看一下這個金星科齁 那 金星科今天感覺 好像 沒有在走 這一個 呃 像 這個 IP啦齁 但是他是 他好像今天是被歸位在這個IC設計 因為今天IC設計的一些 個股表現的是比較好一點點齁 例子嘛 字元嘛 之前有講嘛 這個125那時候可以進嘛 今天漲停板 對 所以說他今天好像沒有被這個 納入這個IP股齁 反而是被 納入這個 IC設計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吧 其實之前是有點看不懂啦齁 然後 呃 目前的一個大級別 我只能說齁 他在這個地方其實也是騙了我齁 就是說 這邊的三線曲線齁 我不管齁 這樣子貼 或是說這樣子貼 其實都可以啦 那這樣子貼代表說 他的壓力還沒到嘛 我也不可能去空 那可能能夠去 抓住的空方的點子大概440 但是如果說我當初是貼白色這一條 這邊有手喔 這邊有手 所以說你也沒辦法確認說二隻條件是錯誤的 他還是有點 假突破 我這邊就是假突破 做一個頭 然後現在往下跌 所以他現在其實 說真的啦齁 你說他要有像 呃 像智源那樣反彈 我是覺得 不太可能齁 目前看起來是 還有的跌啦 就是說他如果硬要去跌的話 他還是有跌到這邊啦 然後 我們能夠從這邊這條線齁 大致上去抓到說 上 禮拜 有點多跌了 然後今天 有點 可能會這樣去走 目前看起來 如果說 我去預測 假設他是1分K的話 我也會這樣預測啦 因為他收盤是收在上面嘛 收在這個支撐線的上面 然後這邊也曾經去測試過一次兩次 然後三次 然後 他這邊有點變得說有點假跌破 去右空 然後現在可以拉上去 拉上去的話 可能有機會拉到這個地方來齁 只是 335到 380 那380 就算到了380 我依然還是覺得說 他下來的機會還是大的 除非說他 突破了這一層 那 又要遇到下一層 所以說 操作上啦 你可以去試試看 但是 就沒那麼簡單啦 我們自己去抓啦 自己去抓 你要怎麼去 操盤 真的沒那麼簡單啦 只是之前抓的 我會 講的特別簡單 不過現在開始就是 個股跟個股之間都要開始走出自己的個性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 他自己走出自己的個性 所以 呃 說法上我就會做一些改變 好我們看一下玉金光 玉金光之前 我沒有看到 後面才畫的 我發現說 這個點齁 長到這個點是真的為了去滿足他這邊 一個 比較大級別 上升趨勢線的一個跌破 就是在 他這邊 有點要 跌破嘛 反抽 到這邊的時候 又跌 跌到這邊來又拉上去 到這個位置去跌 所以說 目前 呃 我這個好像在上禮拜的時候講 他們來到一個 我認為的一個支撐點 我認為的支撐點就是 D嘛 前滴 前滴加上我們這邊過來下降趨勢線的D 所以 這個位置大致上 呃 我不確定這個地方到底談不談 反正就是 這個位置 可能你說你要空的話先等等 那做多方 你勇敢的話可以試試看 主要你可以去守住這條下降趨勢線的這個D點 就跟我們剛剛看一些小級別的啊 然後我們知道說 欸這個是納子剛剛 賽部影片已經畫了 然後那時候畫 剛講的時候在這裡嘛 我們砸到 這個地方做反彈 你看喔 現在這個地方 我說他是有機會 拉長到這裡嘛 然後剛剛開頭的時候 我說這個地方有可能做一個 這樣子一個 算是 上飄期啦 然後去下跌 通常都會這樣去走 你看喔 這是很明確嘛 現在要下跌 可能就會跌到這裡 又反彈 還是說 待會手上去 然後跌到這個 我覺得就會跌到這個 11 200左右啦 類似這樣的概念啦 就是 下降趨勢線的一些 這個這個部分 所以 空方的話就現在等等 如果說 他有反抽 像之前這個地方有 承解 承解 你可能反抽到這個地方 我說這個地方 再去空啦 高空會比較好 那當然 他這邊是不是他大直層 不確定 講真的我不確定 有可能 還是處在一個空方 所以 說說方自己要小心 沒有那麼簡單 我自己現在講都沒有講那麼簡單 所以 都連我自己要下單的時候 還要 去考慮 這個到底要不要做多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吧 夜輝喔 夜輝感覺這個 鋼鐵鼓 跌的 又深又慘嘛 然後現在我們看一下 下降趨勢線的部分 這個對不到 OK OK 他現在 怎麼看起來好像 不怎麼管這條下降趨勢線 他明明是 怎樣 然後 一個點 兩個點 然後 三個點 看起來好像不太 理他 然後再慢慢這樣橫盤過去 那第一啦 有可能是線 畫錯了 這個是需要做檢討的 所以 我們來重替一下 如果說多點去連成的話 這邊一條 然後 這邊一條 現在啦 大級別的可能 我自己現在感覺上是看不太懂 然後 現在一個中級別 小級別 這個大級別的看不懂 那我們現在這個 中級別 跟小級別的呢 目前呢 他的方向是 呃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他支撐位置在哪裡 之前我們找的支撐是落在這個 大概 13.5左右 然後他最低雜盤到 13塊 所以說 他這邊是 下來 下來之後呢 我們這邊補一條 這樣子的線 這邊打一個WD啦 現在蠻多個股是這樣子 像立基電也是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儼然形成了 下跌過後的WD 然後 這地方有可能 上漲到這裡 這地方去高空看看 那當然你要選擇 先做多 再去空 或是先做多 再去怎樣 都可以 但就是 有這個潛在的 這個 目前有潛在的 上去的機會 對 那我們 等一下 待會 我現在這裡又看到一條 先去畫 恩 對 他 有去管這一條 不過他 今天 我這樣看的話 是一個WD 所以這條先 先把它刪掉 所以有可能展到這個地方 再去空下來 如果說要再次做多啦 如果說要再次做多啦 我建議一樣回來這邊再去做 當然這邊會不會真的 逆勢 喔喔喔 這張上去 這個 我是比較難想像啦 但是如果你 你覺得 他的公司好 做之類的 你也可以 做多 然後 賣一半 剩下放上去 或是說 你要 等待空 也可以 就是 目前 時間軸上 那這一天大致上是在10月27啦 反正 這今天 也會到達 如果說沒辦法到達這邊 那就是 看他到達這邊 我說 這邊再到達 然後 掉下來 可能就 空的機會就更大了 好看一下洪康吧 這個好像是做 這個 檢測的 是不是 好 那他今天啦 他今天是 恩 大致上是來到了 這個 看一下 恩 之前他這邊是做了一個類似 算是M頭啦 M頭 然後 M頭的話 他剛好也跌到滿足點 然後現在直接起飛 然後剛好是前D 所以 這邊是M頭 兩個定嘛 一個M 跌幅滿足 剛好這一根下來 然後 今天開盤 即是壓力 所以 下來 目前的看法是 也覺得下來 除非說 一樣喔 像之前一樣 再一次站上去 就比較偏多看 目前應該是 比較困難一點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他有可能再次跌回113 再次跌回113 我們看一下 元金 元金的部分呢 在10月17號 來一個假跌破 隔一天 又收上去35 不過 他這條線其實是破了這個上升趨勢線 上升趨勢線他是抓 這裡到這裡 然後上去 所以 目前 來看 他 他 這個位置到底能不能去做多 我沒辦法跟大家做一個保證 因為 他這三升趨勢線是 已經形成一個 壓力 之前這個位置呢 我是覺得 非常的可以 剛好是 第一次下來 然後 三升趨勢線 加上35的支撐 然後這邊 展上去一波 有個大概10% 10%多 的一個利潤 之後砸盤砸下來 對 所以現在 我只能說啦 他如果守住35 你依然不要去很 偏空 去看他 我們這邊畫一下好了 搞不好這邊能抓到一些蛛絲馬跡 現在多方的話 我有一個建議和想法啦 你可以去等待一下 如果說能夠在 持續在35塊之內 之上 撐住 大概在下禮拜 下禮拜三 下禮拜四 11月2號 跟11月3號 之前能夠守住的話 你再去以他 為多方 那如果說他不能夠守住 就看自己要不要空 因為 如果說以技術線型來看 他這一根收的 下禮線其實算是蠻漂亮 我們看一下他亮人的部分 他亮沒有爆大亮啦 不過 以K棒來看是還不錯 當然你也可以把他當作說 跌破了 反抽 可以空 剛好在下禮拜線 然後可能就下去 你也可以這樣當作 所以說如果說在這個區域裡面 不要去做多 那如果說你要做空的話 選擇在某一天 跌破 跌破 可能就去空 拉上來這個地方 可能再去空 之類的 目前想法這樣 然後他以一個比較遠一點的 三陣趨勢線來看的話 從2021年8月來過來的話 他下一波已經會跌到 大概31.5左右 那這邊再跌破 就直接往前地點去闖 大概30塊去走 所以說現在要做多方 我認為有一點點危險 並不是說 守在35塊之上 我就去做多 就是說 沒有那麼簡單了啦 所以 看你要不要聽我的 看你要不要聽我的這個想法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熔運 好看一下 呃之前做了一個 要做一個大級別的下降 也不是下降趨勢線 是要做一個三條收斂啦 然後 後面去預測說 他如果有機會往上走的話 是在這邊做一個上標期 就這邊全部跌破嘛 然後我們這邊就直接做一個調整 既然他已經 跟著盤勢去跌破 那 這條上升趨勢線也跌破 代表說他現在會來測試 大級別的平行線的這個支撐 平行線支撐 呃確實 如果說 你這邊沒有去做單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他究竟有沒有機會撐住 如果 是我的感受的話 我會建議 可以試試看 但是呢 這個 試試看的意思是說 他有可能會進行一波橫盤 而且有可能會橫的久一點 因為他這邊 上升趨勢線的部分 他是斜的 是從這邊劃上來 那代表說 他不做這樣子的一個 不做 這樣子 不做這樣子的三角收斂 不做這樣子的三角收斂 而是改做這樣子的三角收斂 我們賭的呢 就是說他改做這樣子 底下那條線是平行線的三角收斂 代表著說 他後面 假設這個區塊真的守住 也看到他確實守住了嘛 也經過了大概兩次回踩 因為看到嗎 我們拉給大家看齁 他是經過了這個 這個 第一次的回撤 下影線 好 上去兩根之後 再下來一次 上影線 而且是有點 頭頭高底底高的感覺齁 呃 底底高啦 頭頭高還沒有啦 這一波 如果說能夠再上去的話 才是一個頭頭高 但你可以看到這邊 一個無形的線嘛 這邊就是一條 這個 上升 這個上升趨勢線都是壓力 所以變成說現在有可能會在這邊做一個 震盪 那到底 震不震得了 應該說到底撐不撐得住 不清楚 但如果說有一天跌破了 跌破收盤 再 拉回來 那肯定就是說 不要再去做多了 那你會說 阿這是破底翻啦 也可以 所以 呃我自己就說 我基本上是不太做破底翻的 因為 我也認知到 其實每一種 邏輯上都有他的風險存在 只是說 你抓的到譬如我多方的話 我抓到從這邊到這邊的利潤 然後 我空方的話 我是從 這個地方搞不好的機會空下來 我們就抓一個大利潤 然後只要 在中間的調節過程中 選對一個方向 就是這樣子 那看你自己 適合做什麼 然後想要做什麼 都自己做決定吧 目前 就算進展做多 你不要期待他有什麼暴漲之類的 那可能會守在這邊守很久 可能 幾個禮拜啊 或是一個月 先打底打一打 可能才有機會上去吧 那當然前提是 大盤別再破底了 所以 講一講喔 他這種在 底點附近的 他很吃 大盤 你可以對應一下 像上禮拜大盤不是一個盤整盤 他基本上也是盤整在這邊 而且 也剛好下面是支撐 那如果說今天大盤又持續破底 他應該就下去了 所以 有點吃大盤的個股 就是 你不如玩大盤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想感受啦 好看一下天韻 天韻就是我們之前畫了 也是做一個W底之後 突破回測 然後再上 上禮拜四 上禮拜五 到達了嘛 在104-105的地方 所以 如果說假設你今天開盤 拉上去 有些賣掉一點 就賺錢了 所以說 這邊進行了一波 W底 這個在上禮拜 其實也有講 也有講 然後這檔就講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說 他這個W底 並不能代表說 他就一定能夠上去 什麼之類 只是說 在短期之內 你去空這樣的個股 是有一些危險性的 或是有一些 風險危險性 他是有機會 做一波反彈 然後 嘎空的 所以 嗯 就自己小心吧 因為 多方的機會呢 可能 如果說剩下大盤 持續的上漲呢 他有機會從103 漲到下一層 是130 總共有 25%的利潤 我認為是不錯的 這個多方的機會是不錯的 而且又是 一些殺低的個股 所以 自己參考的看法 然後我們看一下 元泰的部分 元泰呢 基本上跌破了 我們的 這個 上升趨勢線 然後也跌破了 所有的 能夠為他平反的 縮的線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子講 跌破了所有的線 他之前抓這條 把他閃了 之前 這個地方 應該說之前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確實有 小反彈一波 反彈到這裡 然後 大概10% 不辣 然後再下去 下去200撤 撤一撤之後 就下來了 這邊就是 被下山趨勢線打壓 就下來了 然後大盤 也沒有如意其的反彈 那現在此時此刻啦 我又看到一個 嗯 潛在的支撐 那這個 到底撐不撐得住 我也不曉得 如果說 你有興趣的人 現在想要 考慮的人 你可以考慮呢 第一啦 簡單 講簡單一點 你是一個短 應該說不是在即時操作的人 你可以選擇在 200的位置去做空 因為下山趨勢線走得非常漂亮 那當然如果說突破你還是得也挺損 但是 你可以選擇 那或者是選擇在 大致上可能越過去這個 這個下山趨勢線 平頸線的位置然後去做 一波這個 短多 但是 他有可能撐在這邊 然後 從180到200這邊撐這麼久 其實我不曉得 那 我現在此時刻比較 關注的位置 是大致上可能落在這個 下山趨勢線的部分 那最好 要配合著 我配合他這個地方跌下來 大致上可能160左右 我覺得這個位置比較 會比較符合我的胃口啦 因為 第一啦 長期的上山趨勢線的 這個 大直撐 加上平頸線的直撐 所以 這個位置有可能會再次往下跌 那如果說他是硬要盤整 盤在這邊 可能就要等11月了 這還有點久啦 有點時間 那當然 他會不會下來這件事情呢 慣性目前看起來是空方 但是 如果說 他 應該說現在大盤如果說真的又好起來 或許他很容易就突破了 我講真的是這樣 所以 多跟空呢 現在是空方 你可能就找 能空的個股 那現在是多方 你就找能多的個股 那現在屬於什麼方 你應該算是一個 長空短多的方 所以你要找一個 長空 然後 不一定要短多啦 你可以找一個 可以長空的個股 那這一檔呢 可能不在我的名單裡面 不在一個長空的名單裡面 但是能夠進行一波短空啦 短空應該是可以 除非他跌破了 跌破這邊就是長空了 跌破這個160的長空 看有沒有機會跌破啦 如果要跌破 那就是 自己去考慮看看 好 那長龍 長龍是 反正是聽節目說 有機會長一波啦 然後今天也沒什麼表現 不過 主要 今天呢 又站回了這個 位置 這個大致上是 137這個位置 站回去 那代表什麼意思 還是沒有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說明天能夠再守住 137 才能夠代表什麼意思 這邊搞不好就有機會 來個二次探底 飛上去 或者說明天就飛上去 那這邊做一個WD 就有點像天玉 突破之後回撤 你可以考慮 所以現在 時時時刻喔 長龍呢 要嘛 他 再漲上去 不然 他如果說再跌破的話 我還是不建議做空啦 因為畢竟你都聽到有個消息說 可能有人想要 炒一波了 所以說 你的方向永遠應該是多的 你應該方向是要抓多的 但是就在哪邊抓 是一個正確的 現在下戰區就現在要突破了 突破了之後代表 慣性被結束 慣性結束代表說是有機會 先看長到這裡吧 如果說你在這邊 考慮做進場 然後以這一根為 呃 停存點的話 跌破這邊的停存 大致上是落在 132.5 如果說你可以這樣做一個 嚴格的操作的話 現在或許是 你一個交易的機會 那當然 要不要交易取決於自己 我目前看這樣子 那最終最終啦 如果說泰谷來個一個月的反彈 搞不好趁得拉到這個 大下戰區之前 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你也不要說什麼 一定要什麼 航運就無腦空就好了啦 我就覺得沒那麼簡單啦 對啊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目前 四季鋼 這個今天有兩個人問喔 然後 問的真的還不錯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在關注這一檔 不然的話 這個地方搞不好是一個交易的機會 這個60塊的地方 因為他是一個下戰通道然後被突破了 那現在 時時刻的情況是 要嘛 你 呃 如果喔 如果說現在是一個比較偏多頭 或是說我想要抓一個 多頭的個股的話 那 看一下他的成交量 我覺得還不賴 因為今天成交量比前面還要更大 代表說這邊是一個壓力 然後去突破 所以說我可能 假設我要做單的人 可能會選擇說 在今天的位盤 比如說78去做進場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 這個成交的機會 是看有沒有機會 從這個地方拉長到這裡 然後 呃 或是說你要再等他再上去一點 再下來 當然 他如果說一次滿足 一次上去 那下來的話 可能機會就沒那麼好 那最好的情況是怎樣 那最好的情況是 上去再多一點 比如說在80啊 然後 或是多少 8182 然後現在多少 7 7 8嘛 可能到80 去收盤啊 對不對 然後下來回測 目前看來位置大概是76到77啦 前面的一些 呃 低點 然後現在也是 看起來是越過了這個 長空的 下降的一個空頭趨勢 所以是有機會做一波 短多 我認為有機會啦 做一波短多 上去到這裡 自己關注看看吧 自己關注看看吧 你可以把他說他是一個下飄擊 都可以 反正就是他已經突破了 就不能那麼空去看待 我先 小小的以 以多方去看待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 然後他在晶圓電子 晶圓電子有起色嗎 之前他跌破 呃他算是一個 我覺得蠻空方的市場 然後之前有話 我們待會之後再解釋 我們先講一下 他主要的位置 就是33.5這位呢 是前面的壓力 上面喔 這個大概從去年 3月到 呃今年跌破這邊的 支撐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講 我說他這邊拉出一個 類似像 我這邊有畫嗎 類似像 下歇形態 那下歇形態呢 如果說你有追蹤IG的話 就是你有懂一些皮毛的 下降 技術形態的話 你可以發現說 你看到這一根 10月20號去突破 10月 10月21號 他收盤收在這個點 代表說他是 突破之後 回踩要往上拉 那這是一個蠻典型的 一個 算是一個 突破後回測的一個 買入點 就是在 禮拜五的這個位置 當然他 非常非常的偏技術 技術面 非常非常偏技術面 他不是用那種 簡單的那種 支撐壓力可以去做解釋的 為什麼這地方會做反彈 為什麼這地方會守住這樣 好 那我們在這邊喔 我們還是得講一下 我現在看到了 他現在如果說 我再去加一條 這樣子的線 這樣子的線變成什麼 有點類似像 W底拉 因為他這邊只做了 1 2 3 4 4波 你可以把東西 可能是有可能是進行一波W底 不過他 在上禮拜五的這個收盤呢 有去做過 回測 去回測過 所以有可能真的是下歇形態 那如果是下歇形態的話 代表說 我們就不用去看他 是否是W底 因為W底的話 這邊 可能不要破底 而是跟前期差不多的話 會更好 更好判斷 更好判斷 所以 現在此時此刻呢 我會認為 拉高到這裡 這是我們下降許指線 然後蠻多條 我看一下 之前應該把它 刪掉了 喔 恩 對 這條下降許指線的是 系統幫我們判斷 所以說 目前的價格 如果說到達這個位置 或甚至到達這個位置 我仍然認為是 偏空方 會下去 會下去 我仍然認為 因為 恩 怎麼說呢 我覺得 除非說現在來一個 非常絕世的大多頭 就是像7到8月這樣子 又有什麼好消息 才有機會 帶領一些 疊聲的個股能 紛紛突破的壓力 不然我覺得 他們應該都是蠻造的 整個技術型態去做 整個技術型態去走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12檔 結束了 那也是希望大家有學到的東西 主要是我 自己個人的觀點 因為 上禮拜 有一部影片 也是有人在底下嗆我說什麼 反正講得複雜 大家看看我也沒有看懂 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講什麼 他講什麼波浪 並不是說我這樣隨便畫畫線 就可以去結束 然後去指導 但是 恩 我覺得不用看那麼複雜 如果看得越複雜 反而 搞不好一定沒賺到錢 其實很會看得懂 但是你不一定賺到錢 目前感受這樣子 好 最後 看一下 直接砸 砸到這個 蠻重要的支撐位了喔 所以 我們看到 同時看到BTC是 好像 已經沒有什麼砸了 所以 會不會來個絕世大反彈 感覺這樣有可能 所以 現在是不是可以來個 躲彈呢 待會我自己在觀察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明天見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請訂閱 按下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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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